与澳洲籍华裔歌手陈芳宇 现场合唱玻璃心 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 新歌上架不到一个月 点阅率突破三千万 创作本来就是应该自由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创作人的愿望 那当然希望有一个 大家可以更自由地去发挥自己的作品 然后讲自己想讲的话 我觉得对啊 这是个普世价值 天赋人权 玻璃心MV充满粉红元素 暗奉小粉红 歌词提到韭菜园玻璃心 墙壁的英文更翻译为防火墙 随后歌曲跟微博相继遭到中共封杀 我不觉得我被禁 我觉得被禁的是 不能看到这些作品的人 我觉得我没有去限制自己 或者去审查自己 因为我觉得创作人 就是要坦诚地面对自己 这个是创作的精神 而为了推广金门观光 火明志接续推出新歌曲墙外 内容描述两位小孩相遇的故事 但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高墙 从歌词跟MV感受到 小男孩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 女孩犹如生活在中共体制下 想往墙外自由的中国人 歌曲的前外之音 让不少中国网友感动流泪 有网友感叹说墙是关不住自由思想的 愿我们大陆人终有一日能粉碎这高墙 有感触的中国人应该是 他是已经有觉醒了 就是他不想思想再被控制 他帮大家唱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受到 他们可能受到一些威胁 或是受到一些限制 不能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 也很希望他们有一天 跟我们一样自由 也许可以让一些其他的艺人 或者是其他的人 发现就是你也不一定一定要买 一定要赚人民币了 墙外唱出了嫌味之音 引起中国网友共鸣 直说这首歌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从玻璃心到墙外 黄明志不畏强权跟言论审查 始终秉持着创作自由 是普世价值 天赋人权的理念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宁唐赵廷律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